弟兄准备,愿你们平安。 阿们。 我们一起来学习《代理书》第十一章。 一节,又说,当马代王大利物元年,我曾起来扶住米加勒,使他坚强,自己圣经翻页,这个米加勒不正确。 应该是大利物,我们对照《代理书》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,当夜,加勒地王百杀杀,被杀,马代人大利物年六十二岁,起料加勒地国。 加勒地国就是巴比伦,巴比伦的最后一位王被杀,在大利物就登基作王了。 所以在这里说,马代王大利物元年,也就是第一年,第一年。 所以这里的翻页米加勒是应该要改为大利物。 像这样的圣经的不正确,在圣经里边是经常会发现的,这不作为奇,这不作为奇,我们只要把它,以其他的圣经做比较就知道了。 在圣经已经王四十八五章的十八段,这个马代王,马代族王的元塞鼓励,曾将统治天下的大权,从巴比伦王手中夺过来。 大利物的统治,深受上帝的重视,这位大利物就是一节这里所说的大利物。 他的统治呢,深受上帝的重视,上帝就差遣什么呢?天使加百利,乘奉差遣,来到他那里,使他什么呢? 他坚强,使他坚强,这就是第一节经文的解释,这怀族已经做了解释了。 约在巴比伦亲佛后两年,大利物加奔,皇帝的死叫加奔,古列呢,继位。 而在他执政的开始,就是第一批西伯来人从犹大帝,被尼布加尼莎,掳到巴比伦之后,七十年满族的实习。 所以,立王的更替,国家的战争,都是上帝在计划当中要应验的。 因为上帝允许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,七十年,所以大利物做王的时候, 还没到七十年,还差一点点,都古列做王了,正好七十年满了。 所以他下命令叫他们回国的时候,就是七十年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,乃是在救赎计划当中定好的。 二道四节,现在我将真是指示你,巫师还有三王兴起, 第四王兴,附着远胜诸王,他因附着成为强盛,就被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。 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,这场大权随意而行,他兴起的时候,他的国便破裂。 相天的四方分开,却不归他的后裔,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,因为他的国并被拔错,归他后裔之外的人。 那么,我们对照以色拉纪六章十四节, 犹大长老因先知哈盖和异都的生智撒加利亚, 主说劝勉的话,就建造这点凡事恨通, 他们正在以色列上帝的命令,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大西西的旨意, 建造完遍。 所以,这里提到了波斯三个王,但是前面讲到了什么呢? 波斯还有三个王,第四王要富足,那总共是四个王。 那么,这里提到的三个王是发布重建圣殿命令的。 所以呢,还有一位王,因为他没有颁布命令,所以在这里没提到。 其实在古列之后,还有他的儿子,刚比西斯做王。 所以,加上他就是四个王,正如圣经所说的。 第四个王,富足了以后呢,就和希腊争战。 我们来看,刚比西斯是波斯帝国第二人皇帝, 在其父基鲁斯大帝,于公元前530年,一场战争中意外身亡之就位。 公元前525年,塞金在贝鲁西亚之战中,击败埃及。 第二十六王朝,末代法老,普萨美提克三世,征服埃及。 破时,西兰尼和尼比亚臣服,将布什帝国的版图,库章子北飞, 随后在使徒入侵埃撒俄比亚和古斯王国时,相继受挫。 公元前522年,布什本土发生叛乱,刚比西斯二世,随即惠师回国, 处在归途中神灭死去。 皇、王胜、庞之他的宫廷仅未经统塞大流士,随即获得军队拥戴, 并在塞金平顶叛乱后就位,师为大流士一世。 所以这里说,刚比西斯突然的在回来的路上神秘的死去, 接下来有大流士就位。 公元前334年,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帝,进攻布什帝国, 在格拉库尼斯河战域,伊苏斯战域和高加米拉战域中, 布什金队遭到惨败,大流士三世遭到巴克特里亚史, 被当地总督属杀,而且美尼德王朝灭亡, 公元前334年,布什帝国灭亡了。 以上我跟大家所学的都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, 都能找到。 现在我们来看希腊的历史, 公元前334年,亚历山大征服布什, 公元前323年6月初, 亚历山大征战胜利回国的路上, 在巴比伦突然因发热而病倒, 十天后就死去了, 其实还不满33岁。 当他的朋友在他临死前要求他指定一位继承人时, 他含糊说让最强者继承, 于是他死后, 他的江里门瓜分这个帝国, 继而发生一连串的战争, 利西马克将军转立了北方, 托勒密将军转立了南方, 征服了埃及, 塞流谷转立了东方, 卡扇德转立的是西部, 但这四国在混转之后, 形成南方王埃及北方王西里亚长期的征战, 这就解释了这些圣经, 这里所说的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就是亚历山大, 希腊国的亚历山大开国皇帝, 那么当布什打他的时候反而被他打败了, 但是他也是只是短短的时间, 在这里告诉我们, 他自杖大权随意而行, 但是他的国在他死之后破裂, 分为四个国家, 这就是四方分开, 却不归他的后裔, 因为是他的四个将军, 是个将军, 好, 我们再来看, 这是历史上的这些书名, 现在我们来看第五节开始, 那就南方王必强胜, 他将筛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胜, 这档权柄, 他的权柄甚大, 所以这南方王就是托勒密王朝比强胜, 北方塞六部王朝比南方托勒密王朝更强胜, 主说这里的他, 这个他就是亚历山大, 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将军, 将塞嘛, 就是他的四个将军, 另一个将军, 比南方王托勒密更加强大, 所以呢, 这两个王朝就开始了, 那以下呢, 是南方北方两王交战的历史, 南方王的埃及是托勒密一次, 时间是三百二十三年到二百八十五年, 北方王叙利亚是塞六谷一次, 时间是三百一十二年到二百八十年, 两个势力长期征战, 从此开始了, 六节, 过期一年后, 他们互相联合, 南方王的女儿, 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, 但这女子帮助之力, 成立不住, 王和他所依靠之力, 也不能成立, 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, 并生他的, 以及当时辅助他的, 都别交易死地, 也就是说这两个势力, 连年征战以后呢, 南方王呢, 因为打不过北方王, 所以呢, 他就把女儿呢, 嫁给北方王, 这样呢, 成为亲家了, 就不再打了, 就这个意思, 我们来看, 北方王西利亚, 和南方王埃及, 他们相互联合, 签订和平条约, 埃及托米勒二世, 将他的女儿, 白丽丝, 嫁给北方王, 安提克二世, 斯奥斯, 他是两百六十一年, 到两百四十六年, 以此提借和平条约, 安提克二世, 以他的原配夫人, 离了婚, 并将他的儿子, 从家扑中, 没除, 就和埃及的公主, 接了婚, 从而, 这两个国家之间, 有了暂时的和平, 这样的和平, 没能维持长久, 后来, 南方王托米勒二世的, 势力削弱, 并且死去之后, 北方王, 安提克二世, 就以埃及的公主, 离婚, 并将他以前的原配夫人, 又领回来, 过了不久, 这原配夫人, 就报复他的丈夫, 毒死了, 曾将自己离弃到, 安提克二世, 并让自己的儿子, 登上了王位, 这就是塞里五国二世, 加利尼基, 二百四十六, 到二百二十七年, 七到八节, 但这尼子的本家, 便吝声一指, 继续往位, 他便塞领军队, 进入北方王的宝藏, 攻击他们, 而且得胜, 并且将他们的神像, 和做成的偶像, 以精英的宝器, 掳到埃及去, 数年之内, 他不惜攻击北方的王, 这个尼子的本家, 就是在埃及的, 白丽氏的哥哥, 托罗密三世, 二百四十六到二百二十一年, 为了, 抱他妹妹的死仇, 塞金, 来进攻, 北方王西利亚, 得胜, 并将喜都金银财宝, 掠到埃及, 将喜都, 并将喜都金银财宝, 掠到埃及, 将喜都的, 银像, 金像, 都带到埃及, 九到十一节, 北方的王, 别若南方王的国, 却要人回本地, 北方王的二子, 别动干戈, 召集, 喜都金银, 这金银, 前去, 如洪水泛滥, 又必再起征战, 直到南方王的宝藏, 南方王必发立路, 出来, 以北方王征战, 百列大金, 北方王的金银, 别交付他手, 这就是, 之后, 西利亚国, 虽然不断地反攻, 但是最终都不能得胜, 塞留国二世之职, 塞留国三世, 二百二十七年, 到二百二十三年, 安提克三世, 二百二十三年, 到一百八十七年, 这两个就是, 皇帝的两个儿子, 头一个儿子做王, 死了, 第二个儿子来了, 基础做王, 所以先后以埃及作战, 但是托留国四世, 二百二十一年到二百零三年, 打败了叙利亚, 这就是解释, 自然圣经, 北方王的两个儿子呢, 去打南方王, 去打南方王, 所以说这里, 又别再起征战, 知道南方王的宝藏, 但是呢, 北方王打不过南方王, 北方王的精兵, 比较乎他的手, 他打不过他, 十二节, 他的重金高, 他的心也必至高, 他这一属, 使数万人不倒, 却不得偿胜, 这个他就是南方王, 埃及王了, 他因为打胜嘛, 所以就骄傲起来了, 埃及王打败了北方王之后, 心高起奥, 他将会逼迫犹太人, 毒杀他们, 因为他们不敬拜埃及的偶像, 这里说, 他就是埃及王, 虽然是数万人不倒, 却不得偿胜, 十三到十四节, 北方王被回来, 百列大金, 比先前的更多, 满了数定的年数, 他便塞领大金, 带极度的金章来, 那时, 必有许多人起来, 攻击南方王, 并且, 你本国的强暴人, 必心急, 要一年拿异象, 他们却要败王, 当托勒米五世, 二百零三到一百八十一年, 登位时, 安提克三世, 又意味了大金, 去攻击埃及, 但是, 罗马人, 结败了他, 西里亚王朝, 大大的塞落了, 罗马吞禀了, 西里亚之后, 又开始攻击埃及, 从这里往后, 北方王就变成罗马了, 因为他把西里亚吞禀了, 15到16节, 北方王必来, 坐雷攻其坚固城, 南方的金兵, 便站立不住, 就是显着的金兵, 也无力站住, 来攻击他的, 便愣意而行, 无人在北方王面前, 站立得住, 他便站在那, 隆美之地, 用手施行毁灭, 注射, 这是, 鲁马彭贝将军, 征服和逼迫, 犹带国的情形, 公元前63年, 这里的隆美之地, 就是指耶路撒冷, 从此以后, 耶路撒冷就成为什么呢, 鲁马的殖民国了, 17节, 他别定义用监国之地而来, 因南方王接门, 照业而行, 将自己的女儿, 给南方王为妻, 想要败坏他, 败坏埃及, 这继续不得成就, 以自己毫无益处, 鲁马国的朱利斯凯撒, 征服了叙利亚, 又其进攻埃及, 这时埃及的托罗密尔十二世, 已经死了, 公元前51年, 在他死的时候, 将国家交给他的儿子, 和克里奥布特拉公主, 共同责政, 但是克里奥布特拉的弟弟, 托罗密尔十三世, 想要独掌大权, 使克里奥布特拉很生气, 公元前48年, 他被逐逃往叙利亚, 正在这个时候, 鲁马将军凯撒进攻到埃及, 他看到埃及处在严重的内乱状态, 这时克里奥布特拉看到凯撒将军, 心中就生了一计, 如果我和这将军联合, 就能成为统治埃及的人, 于是在某一天的晚上, 他吩咐一个利息大的仆人, 把他放入一个箱子里, 扛在肩上来到凯撒的房子, 说我们送来了一份礼物给你, 在没有人的时候, 克里奥布特拉就从这箱子里出来了, 凯撒被他的腰液以口才完全迷住了, 这样克里奥布特拉就与凯撒结交, 掌控了凯撒的心, 他在凯撒的支持下重新责政, 成为埃及唯一的女王, 后来他由于鲁马的将军安东尼结婚, 就是在这个凯撒死了以后, 他和安东尼结婚, 他始终用自己的美貌征服鲁马, 但圣经简短的一言, 他还是要失败, 这就是前面圣经里面所讲到的, 以自己却什么呢? 毫无益处, 十八大十九节, 其后他被转回躲起了喜都海岛, 但有一大赛, 除了他领人受的羞辱, 并且使得羞辱归他本身, 他就转回本地的宝藏, 去要半地破岛, 归于无有, 这里其后的他, 就是前面十七节里面所说的凯撒, 凯撒呢, 之后呢, 鲁马会征服非洲的喜都的海岛, 凯撒要回到他的国家, 成为什么呢? 独裁者, 但是很快呢, 就被MG, 布鲁图为首的阴谋分子, 始杀而亡,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, 这里后来他又跟什么呢? 安东尼结婚, 因为凯撒是被谋杀的, 谋杀之后呢, 他就嫁给了安东尼, 因为安东尼开始折战了, 所以这里说, 圣经一言的什么呢? 他别半地破岛, 归于无有, 就是指凯撒, 公元前44年, 他被谋杀, 朱丽丝凯撒死后呢, 沃大维以安东尼形成真雄之士, 公元前40年, 安东尼获得了, 鲁马东部形成的统治权, 公元前37年, 以埃及女王克里奥扑斯特去世结婚, 先生将鲁马东部一些领土, 争给女王和他的儿子, 公元前32年, 元老院向其先转, 公元前31年, 安东尼以埃及女王, 在亚克星海战中, 败义乌大威, 逃回埃及, 四年因绝望自杀, 克里奥扑斯特拉也相继自杀。 二十节, 那时必有一人欣喜, 接受他为王, 使恒征暴恋的人通行国中的龙美帝, 这王不度日就变灭亡, 却不应愤怒, 也不应征战, 公元前31年, 沃大威在亚克星海战中, 打败了安东尼以埃及女王, 埃及被秉入卢马的版图, 公元前27年, 元老院受以沃大威奥古斯特的阵铐, 卢马从此进入了帝国的时代。 所以二十节这些圣经所说的, 就是卢马开始进入帝国的时代。 这里说到了, 这批凯撒的人要兴起, 就是指奥古斯特皇帝说的, 公元14年, 他制定了向全国征收穗金的制度, 这时玛利亚和约瑟为报名上策而回到伯利恒, 也就在那里耶稣诞生了, 正是在奥古斯特的时代。 二十一到二十二年, 必由一个卑鄙的人, 亲起就说为王, 人为真将国的真容给他, 他却承认坦然无辈的时候, 用惨媒的话得国, 必由无数的精兵, 事如洪水, 在他面前冲没办法, 同门的经也是如此。 这个卑鄙的王是谁呢? 在路加福音三章一节, 该撒提比丘在位第十五年, 这个皇帝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卑鄙的人, 就说为王, 就是该撒提比丘, 本丢北拉都当时呢做犹太的情俗, 希列呢做加利利分奉的王, 他兄弟斐列做以普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奉的王, 里沙涅做亚比利尼分奉的王, 这是路加福音三章一节记载, 这个皇帝就是这里所说的, 这一个卑鄙的人兴起, 就是提比丘皇帝公元十四到三十七年, 奥古斯多曾想发誓法, 不让提比丘继生为王位, 因为他伟人卑鄙, 从门的经是指耶稣基多, 也被鲁马定在十字架上, 就是这个皇帝, 奥古斯多, 不是奥古斯多说错了, 那是提比丘做王的时候,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, 奥古斯多做王的时候, 正是什么呢, 耶稣降生的时候, 后来也追杀耶稣, 耶稣, 又是和玛利亚逃到埃及的时候, 就是这个皇帝, 奥古斯多, 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, 他以那经进门之后, 他被行鬼诈, 因为他被上来以微小的经, 原文作名, 成为强盛, 那这个他是谁呢, 这个他就是罗马皇帝, 逞人坦然无辈的时候, 他必来到国中皆匪美之地, 行他立足和他立足之族所为真行的, 将掳物, 掠物和财宝, 散给众人, 又要设计公达宝章, 这都是暂时的, 罗马国以那些小国家结门,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, 上来以微小的经, 成为强盛, 以那经结门之后, 就是以这些小国家结门, 结门之后呢, 他变成强大了, 所以这里说, 使他们都归属于自己, 在广大地域相继设置行审, 进行统治, 从而, 罗马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, 公元前三十一年的亚和兴战狱的得胜, 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始, 到公元后三百三十年, 金斯坦尼皇帝迁都为止, 之后开始, 散落了, 这都是暂时的, 所以什么是这都是暂时的呢, 也就是罗马国的统治时间, 也是上帝定好的, 只是暂时的, 到了这个时间, 他就开始散落了, 到了什么时候呢, 公元三百三十年, 往后, 他就逐渐散落, 二十五到二十九节, 他被粉用向前, 塞灵大金, 攻剑南方王, 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金兵, 以他征战, 却站立不住, 因为有人是既谋坏南方王, 是王善的, 别坏坏他, 他的金内必被冲没, 而且被杀的甚多, 至于这二王, 他们心怀恶计, 同袭撒谎, 积谋却不成就, 因为到了定期, 事就了结, 北方王便带喜都财宝回到本国, 他的心反对圣约, 任意而行, 回到本地, 到了定期, 他便返回, 来到南方, 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, 那么, 这就是指罗马皇帝, 逐渐腮弱, 这就是后面的皇帝, 一位不如前面一位, 就是这个意思, 我们来看, 305年, 金斯坦丁提乌斯一世, 在位仅一年多, 就七死了, 看到吗, 做了一年就死了, 是不是不如前面的皇帝了, 一年能有什么作为呢, 他的儿子金斯坦丁一世, 306年, 在布里甸, 由金队永烈为王, 为了利用基督教巩固统治, 313年, 金斯坦丁一世, 和李奇尼, 颁布了米兰设定, 宣布基督教核发, 314年, 两人爆发冲突, 李奇尼战败求和, 被迫放弃, 除塞雷斯以外的欧洲地区, 323年, 两人在战, 李奇尼战败, 金斯坦丁一世, 成为了底国的唯一统治者, 325年, 他在尼西亚主持召开基督教主教会议, 这次会议标志着, 底国政权空置了全国教会, 330年, 他把首都由罗马迁到外传庭, 改名金斯坦丁堡, 请大家记住, 这里所说的325年, 在尼西亚召开基督教会议, 我们圣经当中的日历, 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更改的, 星期六也是从那个时候强迫犹太人遵守的, 不允许犹太人计算圣经日历, 基督徒就不用说了, 都开始使用卢马的日历, 星期六,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, 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个历史事件, 我现在给你们读的这段话呢, 不是我个人编辑的, 乃是才网上找到的, 就是罗马的历史当中找出来的, 那么我们看看, 华爱人在一言之定, 上二之争三藏的第二代, 也一言了这件事情, 他说在第四世纪初期, 我们知道一个世纪是一百年, 第四世纪, 就是从什么呢, 三百零一年开始, 到四百年, 这叫第四世纪, 那么好, 这里所说的三百二十五年, 正好在这个时期, 金斯坦帝皇帝下意, 将日要日定为前鲁马帝国的公共祭祈, 日要日就是星期日, 因那时他的异教臣民, 是敬奉太阳日的, 而且一般基督徒也很尊重这一天, 皇帝的政策, 是要解除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厉害冲突, 教会的主教们, 也催促他实行这个政策, 估他们历令之婚, 日重全力, 以为基督徒与异教徒, 若能同手一日, 可以出世, 异教徒在名义上, 接受基督教义, 如此这教会的权力, 以光荣便要大大的增加了, 那时虽然许多敬畏上帝的基督徒, 渐渐被引诱去承认日要日为圣日,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, 基督徒被引诱争守星期日,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, 但他们一面还是承认, 安息日为耶和华的圣日, 这里所说的安息日, 不是星期六, 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, 强迫犹太人, 不允许用圣经日历, 用犹太日历, 而用鲁马日历的星期, 星期六, 但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, 肯定知道星期六不是安息日, 因为刚刚开始受逼迫, 启用星期六嘛, 星期日嘛, 所以这里所说的, 那些基督徒, 一面承认日要日, 一面承认安息日, 耶和华的圣日, 并依照第四条诫命, 其遵守, 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, 最后使基督教, 以其母体之间, 母体之间联系的纽带, 断开了, 这个纽带是什么, 就是日历, 母体就是犹太教, 大家知道, 犹太教的日历, 当时来说, 是,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, 看月亮的, 所以没有错了, 那么耶稣升天之后, 我们知道, 基督徒和犹太人守的什么呢, 是同样的乐此, 安息日, 都是看月亮, 因为彼得呀, 雅各呀, 这些都是跟随耶稣三年半的门徒,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, 安息日的, 他们是和耶稣同行三年半的, 所以他们是知道的, 所以这个时候的日历都没有改变, 直到公元325年才改变, 罗马皇帝不允许犹太人使用, 犹太人的日历, 而使用罗马日历, 所以这个时候, 安息日, 犹太人被改叨, 星期六正守安息日, 基督徒在星期天正守, 复活日, 这就是母体之间的纽带, 母体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, 这叫母体, 因为门徒都是从犹太教出来的, 因为犹太教, 犹太教呢, 否认耶稣是米山羊, 他们信上帝, 但是他们日历当时是没错的, 如果错了, 耶稣一定会纠正的, 所以这里说, 复活节到那时为止, 很大一部分时间, 犹太人一月节的庆祝时间是一致的, 也就就是按照古犹太公会计算出来的固定的论子, 这就是什么呢? 母体之间的联系, 但此后却脱离了犹太人的日历,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, 基督教不再使用犹太人的日历, 这是记载在海英里希格雷茨, 他写的一本书, 犹太人的历史, 第二卷563页, 所以犹太人的历史正确地记载了这件事情, 在金斯坦第二次, 337到362年的统治之下, 对犹太人的逼迫达到了如此的地步, 日历的计算被禁止, 为此处于严厉的惩罚, 这件事情记载在犹太百科前书, 关于日历的事情上有记载, 所以圣经日历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更改的, 强迫使用现在的, 不是现在的日历, 常被使用弱烈力, 现在的是叫格力高力, 格力高力是在入力力上又进行了更改, 在残破的迫害下, 犹太人他们自己修改了他们的属灵时间的计算, 先祖希勒尔二世, 犹太公会的主席, 他本人对最终导致接受星期六为安息日的变化负责, 当时更改这个日历的时候, 希勒尔就是犹太公会的主席, 所以他在被迫之下改了这个日历, 所以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, 星期六, 虽然现在的犹太人征守星期六, 但是星期六不是安息日, 因为是在那个时候改的, 你们可以找一个事实, 在网上你们可以去搜索, 你搜索什么呢? 那你就搜索犹太人征守一月节是在哪一天? 你可以从网上找到2018年的犹太人征守一月节在哪一天? 就是在犹太里的正月十四, 那么为什么他们征守一月节是在犹太人的正月十四呢? 为什么他们现在征守的安息日是在星期六呢? 这是两个日历呢? 那请问在古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, 请问有没有以色列人使用罗马的日历啊? 没有啊, 所以这毫无疑问, 星期六是错误的, 现在的犹太人用两个日历, 那毫无疑问是错误的, 上帝不会让他的百姓用两个日历的, 只有一个日历, 北方王和南方王首先是西里亚, 塞流谷王朝和埃及托勒密的王朝, 然后呢, 鲁马征服了西里亚, 鲁马就成了北方王, 南方王仍然是埃及, 接着, 鲁马打败了埃及, 北方王和南方王变成鲁马帝国, 后期的东鲁马和西鲁马的征战, 因为到了定期二十八节, 北方王回往本国, 支持金斯坦丁迁都道金斯坦丁堡, 二十九节, 后一次就不如前一次, 罗马国的势力逐渐筛弱, 从此以后这个国家的势力就筛弱了, 我们来看看从此以后的这几位王, 三百六十三年, 尤里安正亡, 就位的是约维安, 三百六十四年约维安去世, 三百七十六年, 瓦伦提尼安一世去世, 瓦伦提尼安二世继位, 三百七十八年, 瓦伦斯在哈德良宝与哥特仁的作战中阵亡, 三百八十三年, 格拉提安去世, 三百九十二年, 瓦伦提尼安二世死亡, 三百九十五年, 迪奥都西一世, 以敏兰西世, 以后的这些王呢, 一位不如一位, 犹太国呢, 不是犹太国, 鲁马国呢, 就逐渐逐渐就散入了, 大家知道, 鲁马帝国在公元四百七十六年, 后来就什么呢, 分裂成欧洲四个国家, 以上, 我们数学的是, 单理书十一章的上半部分, 这是告诉我们, 南方王和北方王的征战的历史, 所以希望大家, 在下一课的学习当中, 好好的学习, 我们当今要发生的历史, 这里, 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过程就行了, 来龙去墨, 来龙去脉, 这就是在第十章里面讲到什么呢, 讲到, 大征战的意向, 但是大征战这还不算大征战, 大征战是在最后, 中国, 俄罗斯, 伊朗, 被美国打败的时候, 才是大征战, 要一年, 先这是什么呢, 世界的律史, 好, 愿上帝呢, 祝福大家, 阿们, 阿们,